作词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你眼皮的底下扛着一个大活人 你就不知道追上去 我追了 追了 追到我太师府来了 就在我刚要追到的时候 突然又出现一个蒙面人 武功比我还好 于是就被他们逃掉了 滚 武功比她还好 李郎中 小姐没和你一起回来吗 月儿昨天一直未归 是的 我还以为她在医馆呢 来得正好 请 月儿消失 难道花姐不担心吗 担心又有什么用呢 我这花满楼摇摇欲坠 提前谋个生路 也属正常 所以你的意思是 和杏花楼第三场比赛 想要放弃了吗 放弃 不是我花姐的风格 只是恐怕结果 早已成定局 其实凡是往最坏的方面去想 事不做 但是 人在做天在看 就算月儿不在 你相信 我们也能反败为生 西川 来 去帮我们清壶好茶 好的 花姐 说吧 一早来找我何事 就是 看第三场大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就想 看看有没有能帮的 直说吧 如果月儿真有事 你会这么平静 花姐 不妨直说 花满楼就要倒闭了 这儿 不会有外人 其实我就是想知道 月儿 她到底是不是太师的人 她跟你在一起的时间 可比跟我在一起多多了 其实我也不想去相信 可是 昨日韩公公来发 韩公公 对 她说月儿 可能是太师的人 然后数次暗杀圣上魏国 叫我要 我 她说 好 我 我 在 我 我 是 我 你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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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0 就 我 我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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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种种行为 确实也令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他好像也不太记得以前的事情了 我也反复地追问多次 你只知今下落不明 这又是什么地方啊 李冠仁呢 我还比赛呢 居然废了 不行 我得想办法出去 来人呢 有没有人啊 我得想办法 一切我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